色面这个地方 画颜色我想我们前面有讲过 就是你可以选一个实体 不过前面是用这个 最简单的 全部都是黄 或者你可以 当然可以选一个颜色 看你要什么颜色 这么多种颜色 还有个全彩 这么多种颜色 随便选一个按确定 但是他着色是 整个一起实体的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某一个面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这个有四面 他底下五面 全部不一样颜色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什么 着色面 着色面 颜色都可以不一样 着色面这一面点一下 空白键一下 他会问你说哪个颜色 那你给它红色按确定 这就红色了 那还可以再着色 所以你这边的话 可以把它着色 着色就颜色 颜色的话再点一下 这个面 空白键一下 然后再去选一个 黄色 OK 按确定 那再把它怎么样 转到这个另外一面 另外两 应该是哪一个 这个 看得出来吗 他边边也有红 那所以这边的话 再去给它颜色 这个是好玩而已 应该实际上 应该 点错了 用不太到 不过就是大概知道一下 那只是说 如果将来我们要交 那个陈国展的 那个作品的时候 那将来请各位 佼佼一下 有的时候 他没有马上换颜色的话 这边也着色到 OK 着色面 选一个面 空白一下 选到底下的面去 着色面 点到了 OK 那一样 这个地方 自己再选一个颜色 好 那到时候的话呢 我们陈国展的作业 就是要漂亮一点 因为要给别人看的 嘛 别人看的话呢 反正涂画的不怎么样 但颜色多是就赞 就就就就赢了 有的时候还是要彩色 不然你说 CAD画出来都是黑白的 其实感觉没有很强烈 所以最后的话 还涂一点颜色上去 感觉会比较漂亮一些些 OK 所以刚刚的这个 反正你就自己再乱涂颜色 反正涂一什么颜色都没关系 甚至你满 只要面都可以再涂颜色一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们也先下个休息